我們差不多9點9點50分接到秦始中心的派遣 他那個在入合路85度C上有一件窗床案件 他EMD到場的時候 現場只有看到那個患者跟他女朋友已經 患者已經倒臥在現場 DMP下去查看嘗試 查看到右側部部有一個刀傷 患者已經歐卡的狀態 DMP直接做CPR 並且快速的送醫送到彰化技術教育院 他女朋友只轉述說有一台車下來 有一群人就直接歐打他男朋友 就這樣子 他女朋友受傷嗎 還是只有這個傷者 就只有他男朋友受傷而已 這男朋友是幾歲 他性格 二十幾歲 我們警方調查 是在昨天晚上大概十點左右 在河美鎮的入合任務有發生一件 那個凶殺案 那初步了解是這個被害人與這個加害人 有一些糾紛 那詳細的原因我們還在深入調查當中 今天我們了解他們好像是有約在這個地方 雙方是有約在這個地方 大家雙方是認識的 約了之後他看到死者 然後就停下車來了 初步是這樣子沒有錯 初步是怎樣 就是他們是約在這個路而路的一個咖啡店前面 然後他有看到 加害人看到死者在他們相約的地點 然後就把車子停下來 所以他們原本約在那裡是為了要調解嗎 他們就是要 詳細情形我們還在深入了解當中 因為這個被害人已經死亡了 所以說他也沒有辦法講 這應該有三個人 那確實行凶到底是幾位 我們目前還在深入了解當中 現在就是 每個人的筆錄講的都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還在深入調查當中 那我們現場找到凶器有哪一些 有哪些東西是致死的 哪一個是致死的 現場有一把折疊刀 還有一把那個類似武士刀 那致命的部分應該是穿透傷 應該是武士刀所造成 因為目前到案的人都說不是他們的 所以說我們還在深入了解當中 那這個案子 還是會想佈的 這一個案子 有沒有 continue